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MVC 那么将构呢 它是Person语言里面 遵循MVC的一个 外部框架啊 遵循MVC的外部框架 但是呢它有自己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叫做 MVT啊 它起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MVT 但是它本质上啊 还是遵循我们MVC 分工的一个思想啊 分工的一个思想啊 那么 它的MVT啊 其实呢就是将构这个框架里面 三个模块的一个简称 叫做M 模型 对吧 也是模型啊 V呢是 试图 这个T呢就是Template 是这个 模板啊 就是模板 这是将构里面的三个模块 那我们 那我们既然说啊 每一个模块呢 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啊 下面呢 我们就还是通过这个例子啊 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将构里面 MVT啊 这三个模块 它有什么功能啊 还是通过这个 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边呢 我们就把这里啊 换一下啊 这里面 假如说 这边呢是我们 将构框架开发的网站啊 将构 那么 开发的网站 好 那么 将构开发的网站里面呢 首先 那你要注册一个用户信息的话 也是啊 展示你一个页面之后 你输入呢 用户名密码 点击注册 这里面呢 也会提交 哎 用户名和密码 哎 但是到将构框架里面呢 我们说将构里面呢 它没有这个 C 它没有这个C啊 它呢 是由谁来接收的 就这一部分呢 它就没有这个 C啊 是谁来接收这个数据啊 在它里面 是由这个 V啊 是由这个 试图 这个模块呢 它来去接收这个数据 好 接收完之后 那么 进行处理 哎 如果需要呢 将这个用户名密码呢 保存进数据库 哎 它在里面怎么做呢 也是通过这个 M啊 通过这个M啊 哎 通过M将数据呢 保存进数据库 那么最终 哎 到达到这里 拿到这个保存的结果之后 哎 要给楼兰器返回一个结果页面了 哎 这个时候 怎么去产生这个结果页 页面啊 它这里面呢 哎 它是通过我们这里的 T啊 模板啊 通过它来产生这样一个页面啊 就在这里面 哎 这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 哎 T了啊 它呢 就是这个 模板 好 那么 我们呢 在这里面呢 哎 这里面这个 第六部啊 这里面就是通过这个T呢 去产生一个 HTML的页面啊 那么 哎 最终 那么这个T呢 模板 它在产生了这个页面之后 哎 这个页面呢 哎 还是交给了我们的V V最终呢 他要把这个 哎 结果页面呢 返回给浏览器啊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哎 将过这个网站里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名词叫做MVT 哎 但是他本质上啊 还是这个MVC的思想啊 MVC思想 在他里面就是由V 哎 去接收这个数据 好 如果需要呢 将数据保持能力数据库 那么是通过M 如果呢 需要呢 去产生一个HTML的页面 那就通过这个T 哎 模板啊 OK 那么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图啊 哎 对照这个图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哎 在MV 相构里面啊 MVT啊 他们三部分的一个作用 哎 首先你看这个M M这个功能呢 哎 他跟我们MVC里面的这个功能呢 他是一样的啊 哎 这和MVC 和MVC中啊 那么M他的一个哎 功能相同 那么也是呢 和数据库进行 哎 交互啊 和数据库 那么哎 进行 交互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哎 先看这个T啊 这个T模板 哎 和MVC里面谁的功能相同 啊 对吧 哎 和MVC中 哎 和MVC中啊 哎 这个V 他的一个 哎 功能相同 相同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他呢 主要也是用于产生这个 HTML的页面 对吧 哎 产生HTML页面啊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V 是图 哎 他呢 是和MVC中 哎 C哎 这个功能相同 对吧 哎 是这个啊 哎 功能 相同 那么他的作用呢 也是用于接收这个 哎 请求 那么进行 哎 处理 哎 处理的时候呢 他会和这个 哎 他会和我们的M 哎 还有这个T呢 进行交互啊 哎 进行交互 那么哎 最终呢 会返回一个应答啊 返回 哎 应答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将个啊 这个框架里面 MVT啊 他的三个模块 他各自的一个作用 那么M 哎 和数据库进行交互 V 哎 接接受这个请求 进行处理 哎 于M和T呢 进行交互 最终呢 返回一个应答 哎 T呢 就是模板 模板的话 就是产生HTML的页面啊 哎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先呢 类比我们上面的这个例子 给大家说了一下MVT 这三个模块啊 他都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哎 将过啊 他的一个这个 哎 产生的一个历史啊 产生的一个历史 那么 这个将过呢 在我们给大家 发的这个 讲义上面啊 发的讲义上面 哎 有他一个简单的一个 哎 基本的介绍啊 啊 那么 这一部分呢 首先 哎 要给大家强调的话 就是将过他的一个发音啊 他的一个发音叫做将过啊 叫将过啊 就不要啊 千万不要把将过学完之后 哎 还一问这个是什么 有一部分同学还叫做抵将过啊 叫抵将过 他不叫抵将过啊 他叫做将过啊 首先就是 你不管你这个 之后对吧 你这个将过学的怎么样啊 但是这个发音一定要准确啊 要不你面试的时候 你还抵将过的话啊 这个一听对吧 你好像就没错过啊 所以这边我们特别特别 在这个第一天强调一下这个 发音啊 将过啊 那么 然后呢 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 他呢 就是用Python语言写的一个MVC框架啊 是尊 外部开发的框架 遵循我们MVC的设计 那么他呢 最早产生于这个 劳伦斯出版集团啊 就是这个出版集团里面呢 当时啊 有几个哥们啊 在开发这个 以新闻内容为主的网站 那么 哎 后来呢 这个 网站呢 它的内容 哎 越来越多 而且呢 有些内容呢 是重复的啊 这几个人呢 就一商量 我们能不能自己呢 去写一个软件啊 哎 他们他们呢 就把它写出来了啊 最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哎 江高啊 这江高 那么江高 它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让你能快速的啊 去开发 哎 这种网站啊 快速的去开发 哎 基于这个数据库内容类的一个 网站啊 内容类的网站 那么 它的名字呢 哎 在上面我们也有简单的介绍 哎 取自于这个 比利时的一个 哎 绝世音乐家 哎 就是江高啊 啊 Rinhant啊 那么这个呢 哎 你要 就是说 哎 这 传说啊 啊 这个 其中一个哥们啊 比较喜欢这个 音乐家啊 他就以他的名字呢 来命名的这个 江高这个框架啊 就叫 就是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江高啊 那么这里面是他简单一个历史 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江高就是他从一开始呢 去产生的时候啊 他就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快速开发 哎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第二外原则 哎 第二外原则呢 哎 就是英文单词 哎 Do not repeat yourself 啊 就是你不要自己呢 去重复一些工作啊 就有些重复性 重复性的工作 哎 我们就交给这个框架来做啊 框架里面呢 他已经给你写好了很多内容 哎 你只需要利用他来进行开发 那么就可以啊 就可以 OK 那么 哎 这是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一个基本的 哎 历史 那么我们讲一上方呢 有他的一个 官方的一个网站啊 他官方的一个网站 那么 这个网好像不太好啊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打开去看一下啊 好 这是他的官方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 再往下下面呢 这里面还有他的一个相构的一个原码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对吧 哎 如果你之后 哎 你相构学的比较好 你说我想深入一点 那你可以呢 去研究一下他这个原代码啊 哎 就他里面怎么设计的啊 再往下这一部分 哎 是我们这个哎 相构 一点八点二 哎 这个版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中文的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啊 你一定要多看啊 因为上面呢 他有很多内容啊 很多内容 就是他的每一个里面的啊 每一个模块 他里面有什么功能 他上面呢 都有完整的一个介绍啊 完整的一个介绍 哎 包括我们之后对吧 你可能看到 哎 很多这个相构类型的一个书籍 那么这个书呢 他也是从 其实呢 也是从这个官方的文档来的啊 官方文档来的 哎 所以我们说官方文档 他呢 是哎 里面啊 是介绍这个 相构框架最全面的一个 最全面的一个 好 我们上课的话 哎 给大家介绍呢 也是相构里面啊 最基本常用的一个功能 那么哎 至于有一些详细的东西呢 哎 你需要呢 在这里面呢 去给他找一下啊 哎 包括你工作之后也是啊 工作之后也是啊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啊 你学任何一个模块啊 任何一个框架 那么 知识点最全面的啊 就介绍最完整的 一定是这个官方的文档啊 官方文档 哎 所以这个呢 我们说需要大家呢 你呢 去多看一下啊 多看一下 OK 那么 然后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 哎 江沟 他里面的 MVT啊 我们给大家上面说了这么多啊 重点呢 这是要你先知道一下 那么在江沟里面 MVT哎 这三个部分他们的一个作用啊 他们的一个作用啊 哎 这三部分啊 他的一个作用 哎 这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呢 就是要围绕这三部分呢 来讲啊 把这个MVT啊 他们三部分有什么功能啊 要给大家哎 做一个介绍 哎 在我们江沟里面 怎么去使用他们 哎 我们也要做一个讲解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其实啊 我们今天呢 哎 就相当于我们江沟的一个概栏啊 就把它里面的每一个模块 我们都会讲到 然后呢 去讲一下他们之间呢 是怎么进行这个交互的啊 哎 至于后面的这个细节呢 哎 我们会在后面的几天里面去做介绍啊 哎 去做介绍 你比如我们明天就讲M 那么后天呢 是讲讲这个V 哎 到后天呢 是讲这个T啊 哎 我们今天所以是一个概栏啊 就让大家快速的能够 哎 了解这个江沟框架怎么去使用啊